看了很多贵妇啊 名媛圈的他们的梳妆台 你就会发现他们很少用Family面霜 所以真正的名媛贵妇他们会用哪些产品呢 You're cozy Hi 我是美妆伯母阳光 之前有一期视频呢 我测评了Family面霜 然后呢 其实我看了很多贵妇啊 名媛圈的他们的梳妆台 你就会发现他们很少用Family面霜 所以真正的名媛贵妇他们会用哪些产品呢 今天我来推荐到的这些产品 我是真的看了很多人的梳妆台 总结出来他们经常会出现 来介绍第一款 第一款大名鼎鼎的辣眉面霜了 我很小的时候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我在看杂志 那个时候最火的一个明星叫做 Jennifer Robbins 她呢 就是屁股非常的美丽 她就是全身都是用这个面霜 包括她的臀部 当时我看到这个杂志之后 觉得太羡慕了 我一定要有一天 臀部也要用这款面霜 所以当我30多岁的时候呢 我完成了一半 我把自己的英文名字改成了Jennifer 这个面霜是全新的 我还没有用过 因为最近我觉得她是有一点点油了 她是主打修复的 因为她的创始人 就是一个皮肤科的医生 所以当你的皮肤有一些痘痘 留下来的坑坑洼洼 或者是你皮肤不是很稳定的时候呢 要用这款面霜 你一定要注意的是 它是有滋润款和清爽款的 如果说你的皮肤有点油 那你可以用清爽款 用的时候呢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它是要乳化的 用手心的温度把它化开 再一点点拍在脸上 那她的这一款100毫升的面霜呢 我是觉得每次看着她 六口四 如果说你用了这款面霜 你觉得很好的话呢 我比较推荐你买100毫升的 因为贵妇的脸一般都 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胖 所以她用的面积比较大 100毫升的话呢比较精用 而且它真的是一个扛过了时间 同时扛过了空间 就各国的就是护肤的专家 都觉得它是可以给好评的一个产品啊 其实跟蓝妹面霜价格差不多的话呢 就是HR赫莲娜的黑白绷带了 黑白绷带其实它最主打的就是玻色音 它应该是市面上玻色音含量最高的产品了 30%的玻色音 它其实主打是抗衰修复 其实它打开的话呢 这两天我已经用完了啊 它是用有种木丝的感觉 最近它好像出了一个超大品 可能有那么大100毫升吧 可以跟这个来抗衡 如果说你是一个跟我一样熟灵肌肤的话呢 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用这个100毫升呢 因为相对来说便宜一点划算一点啊 官方说呢白绷带的最主要的效果是舒缓啊 然后黑绷带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修护 但我自己的使用感受而言呢 就是因为我用了白绷带之后 后面还要再加防晒再加彩妆 可能就会削弱了一点点就是我的使用感受 而黑绷带的话我使用感觉是非常的明显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预算有限的话 先买黑绷带 兰蔻金唇面霜 很多的贵妇都会很喜欢的一个品类啊 其实它出来这么多年 好像风品很差的 几乎是没有 它的主打呢是抗氧化 可以加速胶原蛋白的生成 我的使用感受就是用了它之后呢 感觉像躺在了玫瑰花丛中 幸福感是满满的 味道特别好闻 高体呢是粉色的 这样我用了一大半了 它更加的适合干皮 所以我的皮肤是有点混油的 我在用的过程当中就是精华尽量的简单 然后呢在擦完这个面霜之后呢 会用手心的温度 让它更加的吸收好一点 不然的话很容易长闭口啊 过年的时候买了这个SK2的大红瓶 我觉得跟过年的氛围非常的搭 其实呢大红瓶也是一个热了很久的单品 其实作为混油皮来说 它给我有一点点太过油了 但是在晚上用的时候还好 我在白天的时候呢就不用 这个大红瓶呢算是入门级贵妇的一个面霜 比较适合偏干皮 如果说你是很敏感的皮肤特别特别油的就不推荐了 最后来推荐到的这一款呢是法尔曼的助养面霜 它也是红了很多年的 打开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有一点点像慕斯 然后它的使用也是非常奇妙 它就配了一个小刷子 然后把这个面霜就是用这样平推的一个方式在脸上轻轻的刷开 所以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当你把两边脸都刷好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我今天胳膊也做完了运动了就很酸 这个产品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当你刷完了上面以后 你把它盖上然后第二天再用的时候发现它又满上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是核心成分就是一个助养 所以它有很多像泡沫一样的东西 所以你下次再用的时候呢你要稍微搅一搅 把它的泡沫和里面的膏体再次相融之后再抹在脸上 不然的话你永远就只擦上面的下面的核心成分没有用到就太可惜了 用了这款面霜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得到了静透 所以说熬夜机啊抽烟机啊抽烟机什么鬼 就是在用了它之后呢就感觉好像是氧气注入到你的皮肤里面的感觉 法尔曼呢每年都会出一个产品的限量妆 那今年2020年它就出了这个助养面霜的90毫升的限量妆 这么大一瓶看起来还是非常贵妇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介绍的所有的贵妇面霜 其实它们都有一点提拉紧致的作用 为什么呢因为贵妇都会有一点点的年纪 所以当你觉得皮肤有点松弛的时候呢 It's time to用它们 好了我是终于美妆